金時財經 點時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美國 加拿大 還有墨西哥 在昨天簽署了修訂協議 取代NAFTA 萊特希澤說 這個新的梅墨加協議 真是個奇蹟 但中央會說這不是奇蹟 新的協議是霸凌 布隆伯格支持國會彈劾特朗普 他要參選美國總統說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 需要修復跟中國的關係 日本媒體報導 印度在2029年的時候 預計GDP就會超過日本 今天沙特阿美上市第一天 一開盤就觸及了漲停板 不過他們繼續尋求 在亞洲地區上市 日本或者是中國 就是他們想要去的上市地點 首先關注的是中美貿易談判 市場觀望這個貿易談判的情況 美國股市三大股指 昨天收盤的時候是下跌的 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亞太區股市今天漲跌互減 比如說在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股指收盤上升7點爆 2924點 以及是連續第五天上揚 深層指經微下跌63點 恆生指數今天小幅度高開 隨後持續走高 一舉上衝20天線 今天在整個交易當中 小米上漲8.5% 交投暢望成交額42億港元 今天恆生指數收盤上升208點 爆26645點 亞太區其他的股市 包括了日經股市小跌18點 台灣股市創下了29年半來的新高 是因為台積電的股價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台灣的加權指數 中場收在11700點 股市的表現是這樣 匯價相對來說是穩定的 人民幣不管是離安或者是在 就是在7.03 7.04 而美元匯價在97.46到97.60 股市和匯市的表現相對平穩 就在觀望中美經貿談判 中美貿易談判12月15號這個禮拜天 這一天是美國原定 要對中國1650億美元的產品 加徵15%關稅的日子 但是雙方在過去一段時間 積極談判協調溝通 甚至使得美方官員說 15號這天不是雙方在第一階段 達成協議的最後極限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談判結果 有消息的傳出來就是說 可能會推遲在15號這天 加徵關稅的日子 《華爾街日報》引述 美中兩國官員的話說 雙方的貿易談判代表正在準備推遲 原定12月15號生效的新一輪關稅 目前仍然在交涉 如何讓北京方面承諾 大規模購買美國農產品 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對達成這項禁忌協議 所堅持的條件 對條件 美中談判現在最大的障礙 是華盛頓要求中國承諾 購買更多的美國大豆 蟹肉 還有其他的農產品 對美方來說 農產品採購是 美中有限貿易協議的核心內容 特朗普已經明確表示 如果近期跟中國達成一項協議 中國購買更多 美國農產品將是重中之重 如果中國承諾 購買更多的農產品 將會從中受益的美國農戶 是特朗普明年競選連任的 關鍵支持者 為什麼 有一項調查 需要值得來談的 就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 Chad Bohn 跟達特茅斯學院的 Emily Blanchard 還有David Kort 最近的一項研究說 共和黨人 在去年美國國會選舉當中 失去五個席位 就是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美國政府官員私底下也認為 這個評估是正確的 所以希望跟中國達成一個 可以稱為勝利的貿易協議 聽過談判簡報的知情人士 向《華爾街日報》說 具體內容而具體問題在於 以萊特希澤為首的 美國談判代表 要求中國談判代表 預先承諾一部分的農產品採購 但是 中方希望 將預先承諾採購的規模 跟美方願意立刻取消的 關稅金額掛鉤 目前不清楚 美國對中國提出的 採購規模要求是多少 在這樣一個談判當中 還有一個消息就是 在過去一段時間 雙方的首席談判代表 已經10天沒有交流 不是因為雙方的交流不好 是因為雙方的交流在工作層面 最高級別的 美國方面的代表 萊特希德在忙著 接下來這件事情 就是昨天他終於推動成功的 美國 加拿大和墨西哥 三國代表在昨天簽署了 美墨加協定的修訂部分 為這個協定的最終生效 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這個協定重要的原因是在於 當這個協定修訂簽訂之後 這個美墨加協定今後將會 要在三國的議會要批准生效 如果批准生效 將會正式取代 萊特希德就表示 各方政治力量共同努力 達成了這樣的結果 他說這是奇蹟 並他說這會證明這個協定 將讓各方統統都受益受益 那麼參與這個簽署的包括了 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 加拿大副總理佛里蘭 以及美國貿易代表 的萊特希澤 同時美國白宮顧問康什納 都出席了簽字疑似 來看一下美國還有墨西哥方面 對這次新協定簽訂的看法 這個合作陳小郎 這個策略也延似 這個合作為 這個合作為 視上一個 和一位 直接 作為 國際上 這麼 民心劃 這個美墨加協定 也就是USMCA 已經在一年多前先署 那麼主要是替換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但是美國民主黨人 控制的眾院堅持認為 需要對勞工和環境保護 執行條款進行重大修訂之後 才能夠表決 美國共和和民主黨的意願 都表示修訂這個協定 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支持者就說 這項協定涵蓋了每年 1.2萬億美元的貿易 為美國創造1200萬個就業機會 而且佔美國農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二 對民主黨人來說 他們對這樣協定也支持了 他們說這項協定 可以用來反駁特朗普 跟共和黨說 民主黨唯一的日程 就是彈劾他這樣的說法 OK 因為這次為什麼 這個時候召集一切呢 萊特希哲一直和中國談判 這10天就是去弄這個協議去了 就是佩洛西眾議院的議長 他放行了 當然他也吹了 我加一些條款 我的條款比特朗普 他那個好多了 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你看到非常清楚 就是不是萊特希哲所說的 這個是個奇蹟 而是美國借助自己龐大的市場 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去就範 就是推翻以前的協定 本來這個協定 我們研究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它是個非常經典的協定 但是照顧到多方的利益形成的 如果說你不滿意的話 完全在原有的框架裡面 去對它進行改動 但是美國特朗普不這樣 他就他一向的霸凌的行動 推翻它 重新來 對吧 你不這麼幹的話 我就對你的什麼收稅 這個收那個收 其實特朗普說的很多理由 其中一條就是邊境移民的事 邊境移民和這個貿易協定 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一定要把它掛到一塊 所以我們說從這個協定簽完之後 因為很快三國的國會就會通過它 但是通過它之後 我們不要忘記巴西的先例 巴西這個波索拉努 對特朗普就是言心計從 最後特朗普說來關稅就來關稅 所以可能我們看到半年之後 情況不一定 像他們現在說得那麼好 梅墨加再簽進的新協定 未賣出正式的協定 跨出了一大步 但是這個美國國會 還有美國總統特朗普 以及共和黨在昨天三方的和諧 並沒有阻礙了民主黨眾院 繼續對特朗普在彈劾方面的糾纏 或者是推進 美國眾院民主黨人在昨天宣布 兩項彈劾特朗普的條款 美國眾院司法委員會 宣布對特朗普的兩項彈劾條款 其中一項條款指控特朗普 濫用職權 另外一項指控特朗普妨礙國會工作 在昨天晚上 特朗普就駁治了對他的彈劾指控說 這個彈劾指控站不住腳 可悲而且荒謬 美國眾院司法委員會的 兩項彈劾條款 範圍小於一些民主黨人之前的預期 第一個條款指控特朗普 濫用職權 具體是指 要使烏克蘭干預美國大選 並且將烏克蘭宣布 進行相關調查 作為美國對烏克蘭政府提供援助 還有烏克蘭總統在白宮 會見特朗普的條件 民主黨還指控特朗普妨礙國會工作 具體指的是特朗普至少阻止了9位官員作證 同時阻止議員從聯邦政府機構獲取有關記錄 眾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 也是紐約州民主黨眾議院的議員 紐德勒就說 我們必須要明確 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哪怕是總統也不行 而共和黨人已經為特朗普的行為 進行辯護 他們說民主黨人是在依靠二手資訊 來彈劾總統 至於特朗普就說 這次的彈劾是政治迫害 呼籲民眾去閱讀他跟烏克蘭總統的 通話記錄 白宮此後也發表聲明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哥民主黨人 宣佈了假彈劾的預定結果 而這是他們從特朗普就此以來 就一直尋求的 剛剛這段話是白宮隨後發表的聲明 在國會民主黨人 步步對特朗普禁逼的壓力之下 美國總統特朗普還面對 另外一項連任的挑戰 就是來自於紐約前市長布倫伯格 布倫伯格是支持國會彈劾特朗普的 但他說這很難讓特朗普下台 最重要是透過選舉 真的利用總統選舉這個機會 他說這才有機會讓特朗普下台 布倫伯格上個月是以溫和派的民主黨人身份 宣佈參加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但他在訪問當中說 他覺得民主黨其他的人 都沒有辦法擊敗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因為那些人 沒有實際的管理經驗 至於總統的職務是一份管理工作 不只是需要有經驗的人 來管理領導國家 甚至是對全世界的未來 所以他說對於未來 在全世界的合作當中 尤其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 美國必須要修復跟中國的關係 布倫伯格是昨天在 馬德勒出席聯合國氣候大會的時候 做出了以上的表示 各國環境部門的官員 在這個會議當中 討論了2015年 巴黎協定實施過程當中 有待解決的問題 那麼當年巴黎協定 關於氣候變化的這個協定 是中國跟美國 那麼當時是美國的總統奧巴馬 在雙方的關係都還不錯的情況之下 對全世界做出氣候變化的一個承諾 那麼同樣出席這個氣候會議的是 中國代表團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明 被問到了有關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問題 他對記者說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的聯合行動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缺席 我們來談 其實我們看布倫伯格 他在這個電視畫面上的形象 不像78歲 但我們知道 美國這個醫療技術也很先進 可以讓人年輕 所以先你看西大利當年精選的時候 顯得比較年輕 後面他不在那個精選狀態 他馬上就老下去了 我們不知道布倫伯格是個什麼樣的狀態 當然就是他作為一個富長 他比特朗普作為一個富長精選的時候 要有錢得多 同時他還有自己的媒體 這個很大 很厲害的媒體 所以如果是他真的出來的話 他的對華政策會怎麼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預期嘛 無論是誰當下一任總統 包括民主黨上來之後 中美關係也不一定能回到過去的軌跡 但是布倫伯格他可能避免了 拜登當時說那句話 因為拜登說中國對我們不是個威脅 結果在美國受到群企的攻擊 那麼布倫伯格就換了個角度來說 如果當選的話 我也和中國來搞去應對氣候變化 因為我們看得非常清楚 中國和奧巴馬這個總統八年的關係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應對氣候變化 達成一致 本來奧巴馬對中國也是很多猜測的 在這樣達成一致之後呢 其實呢就兩國關係走上一個 相對建設性的發展道路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期望 就是美國那邊通過這個大選的辯論 不是老去修理中國 而是說怎麼樣和中國發展 一種新型的關係 現在大選當中 能夠到達一個理性的辯論 謝謝恩輝 下一節回來關注的是 亞太地區在今明兩年 經濟的情況增長會是如何 待會兒見 歡迎回到《京市財經》 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亞洲開發銀行今天下調 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在今年和明年的GDP增長預測 尤其是大幅度下調 印度的增長預測 亞開航在最新的 年度展望報告當中 將亞洲發展中地區 2019和2020年經濟增長預估 統一下調到5.2% 之前分別預期 本來今年有5.4% 明年還有5.5% 現在通通下調到5.2% 他們也預計 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估 從原本的6.2% 下調到1% 6.1% 這是今年 明年從原本的6% 下調到5.8% 主要是受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 和豬肉價格上漲 抑制消費支出的影響 至於印度 亞開航將印度今年的經濟增長 由原本的6.5%下調到5.1% 明年由原本的7.2%下調到6.5% 原因是因為當地非銀行金融企業流動性緊張 而且就業增長緩慢 亞開航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被下調了 但是另外一項預測是來自於日本的調查 這項調查顯示 2029年 也就是10年之後 印度的GDP的總量 應該就會超過了日本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 最近發佈了以亞太地區 15個國家和地區的 81個主要城市為對象 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展望 預測說 目前只有日本一半左右的 印度民意國內生產總值GDP 到2029年會超過日本 印度的規模到時候會成為 居世界第三的大國超過了日本 2035年印度的GDP 也會達到了10萬億美元的規模 從城市看起來 到2035年 前三名 仍然是紐約 東京和洛杉磯 但2035年GDP 我們看一下民意GDP 上海已經取代了大阪 第四名 北京取代了芝加哥 變成第五名 深圳取代了達拉斯 成為第七名 也就是說到2035年 前十大GDP的城市 五個是美國 三個是中國 兩個是日本 調查負責人說 在中國無人機和純電動汽車 開發等新產業正在成長 他們特別關注的是這一塊 那麼今天同樣是來自日經新聞 談到了在剛剛公佈的 11月份新車銷量當中 中國是連續17個月下滑 印度連續13個月下滑 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放款的影響 中國11月份的新車銷量 同比減少3.6% 降到了245萬7千輛 印度11月份的新車銷量 減少4% 降到32萬5680輛 我們看到這個新車銷量的下降 對於全球兩大發展中的 經濟體來說這樣的下滑 對經濟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 我可以就此來談一談 其實你把這個汽車下降的幅度 它的對GDP的負面影響 和亞開航對於中國印度增長率下調 放到一塊你就發現了 可能缺的正好就是汽車銷量下降 當然就是中國已經是連續一年多了 就不是13個月了 17個月了 對 印度是13個月 因為剛更過一年 但是其中這個差距是很大的 你看 中國就是11月份 是減少3.6245萬7千輛 印度減少4% 但是印度才32萬輛 那中國是相當於印度的將近8倍 不可考慮那個汽車的價格 和質量因素 所以中國的規模 其實比印度要大得多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印度它本來以為 自己是能夠在大型經濟體當中 能夠取代中國 成為增長率最高的 反而現在掉下來了 所以我們其實會發現 就是在汽車這個行業來說 不同國家其實面臨不同的壓力 越是後進的 可能壓力越大 就是印度在目前這個發展水平 這個汽車擁有量 已經碰到那麼大的水平了 對 它下一步發展的時候 其實面臨很大的一個制衡因素 所以我們說 從中國的汽車銷售下降 和印度汽車銷售下降 就不能夠光看一個國家 官業規定可以得出很多原因 但你從全世界方面來看 其實是一個全世界 汽車行業的一個蕭條 怎麼度過這個蕭條 是另外一回事情 謝謝文輝 在這個漲停的過程當中 昨天《金融時報》已經報導了 這個沙特阿美公司 希望大家去支持他們的股票 希望能夠達到 原本他們希望達到了 2萬億美元的這個市值 我們看一下今天《金融時報》報道說 沙特阿伯當時還做著最後的努力 試圖說服國內的機構跟巨富家庭 在今天開始掛牌之後 買入沙特阿美的股票 焦點就是如何達到2萬億美元 因為在今天發行的估值 1.7萬億美元 那麼沙特阿美是出售1.5%的股份 總計256億美元 這個全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IPO 這次只有在當地 但是沙特阿美已經試探 投資者對他們在亞洲IPO的興趣 據說這個地點可能 比如說去中國又或者是日本 明年開始會更正式地尋求 國際上市 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如果更多的投資者 投到IPO裡面的話 可以幫助沙特王儲 去展開更多的改革 當地經濟 不要只是依賴這個化石能源 但是美國EIA 也就是美國能源資料協會就表示 美國在明年有望有史以來 第一次成為原油和燃料油的 淨出口國 他們預計2020年 美國的原油產量增加 93萬桶一天 到平均每一天會到 1318萬桶 那麼EIA也表示 2020年美國原油和石油產品的 淨出口量 預計會達到一天57萬桶 過去10年 美國業員油產量大幅度增長 幫助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 原油生產國和主要的出口國 那麼今年到目前為止 平均每一天的原油出口量 略低於300萬桶 在油氣供應過剩的時候 企業也感到很無奈 尤其是美國第二大石油公司 雪佛龍承認 在油氣供應過剩的時代 一些項目不會很快地盈利 所以他們說 包括旗下阿巴拉契亞 美國業員油項目在內 有好幾個資產 他們會減一季 合計減值會100億到110億美元 當然他們也說會重組部分的業務 在天然氣價格持續低迷的時候 專注經營數量較少的項目 他們也尋求出售部分的責產 雪佛龍這麼大的一個 石油天然氣公司 這樣的一個銷售行動 或這樣一個剪輯行動 對其他的油氣公司 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在最後我們就要來談談 那麼關於這個沙特 其實大可以將阿美 在香港第二上市 其實今天沙特阿美掛牌之後 你看到它馬上就觸及漲停板 因為咱們錄節目的時候 沙特那邊已經開市了 但你要讓這個股票觸及漲停板 是比較容易的 有股票它不賣 然後讓一些人去買 它很快就上去了 因為利亞德這個交易所不大 然後也沒有什麼很活躍的投資者 在裡頭 那麼問題就是下一步怎麼辦 因為不管怎麼樣 不管這個原油的供求狀況怎麼樣 就是沙特很堅定地如期讓它實現了IPO的掛牌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當然這也預示了就是沙特王儲 它一系列的這個改革也好 它的這個動議也好 會在後面跟進來推進下去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東在一個紛紛離析的狀態 就是美軍在撤出 就是它不一定是全部撤出 就算只撤出了10% 那留下的真空就是了不得的 其實美國人他現在也在反思 從阿富汗戰爭開始 前不久的《華盛頓郵報》 報導這個2000頁的阿富汗戰爭的資料 說其實打了很絕望 打最後到底打什麼 又打不贏 就有點像越戰 到了後期一樣 打了十多年了 死了幾千人 花了幾萬億美元 包括伊拉克這一邊 最後的結果呢 是沙特的原油都賣到亞洲來了 賣到中國 賣到韓國 賣到印度和日本這邊來了 美國那邊已經 剛才新聞說了嘛 很快明天就是 是進的油氣出口國 它也不需要了 所以 如果說IPO做到第一步之後 第二步就真正做到國際化 做到國際投資者來買來賣 它其實沙特阿美完全可以 選擇香港做第二上市 因為香港就是一個國際化的地方 當然就是說你來香港上市 要滿足港交所的一系列條件 就是你的財務得更加公開 那麼就說作為來買你的股東 他有代表要做到你的董事會裡邊去 對吧 其他的一系列 那麼這個如果說你真做IPO的話 不是說把這個估值體現出來 做得越高越好 而是這個公司呢 越透明越好 那麼讓大家看到 越有可預見性越好 其實沙特往前改革 就是讓大家看到它的可預見性 對吧 那麼比如說2030年之後 沙特經濟會怎麼樣 這個油氣會怎麼樣 這些其實都是 下一步作為沙特改革的時候 它必須要考慮的技術因素 同時必須要加強和亞洲地區 特別東亞地區的戰略合作 這麼一種地緣政治的因素 就在裡面才行 謝謝文輝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